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他怎麼回答 他可能不太知道 其實那時候的回答是 是說第一個是 就是他們原本之前的那些 就是把那講還是廢話 就之前的那些程序都已經好玩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們沒有那個意圖 就是聽起來就是 他沒有那個意圖 要那個 就政府沒有那個意圖 替違章工廠來解套 對 然後他們是經過很審慎的 所有的專家學者 然後什麼什麼 大家一起評估出來 那時候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是有三個方案 就是說有左邊 就有北邊有南邊 然後還有兩邊一起拓的 這三個方案都有 對 他們剛開始是這樣子 然後他們那個 我們那時候有問過 然後他們是說 他們經過審慎的評估之後 才選擇做南邊 就是移了水準 然後又增明地 然後對 對 所以你不管怎麼跟他 或是他就一直跟你打拳拳這樣子 通常都是這樣 通常都是這樣 都一直跟你說 我們已經辦過幾次公平會 然後已經有程都跑完了 所以我們今年底的預算 要趕快消耗掉 明年就可能要重新 通常都是講這些廢話 我補充一下 這些政府官員真的是可惡至極 無論是在不俊這方面 還是在 我現在在搶救這個 這個豐原領館處宿舍都是一樣 都會講究之前這些專家學者 都已經有來看過了 那我就像林務局領館處那一次 我就吐槽他 我就說你們這些專家學者 有多少真的是文化資產背景的 還是你們只是用建設局的人 還是用林務局的人 你們根本沒有文化資產的這個背景 根本沒有這些專業 然後你們就斷定 就說他沒有文化資產價值 就有時候真的是很可惡 這些根本沒有學過的人 然後就在那邊斷定 就是他沒有這個價值 對 那因為我再說一下 用杜琪想 杜琪想就可以知道了 六歲小孩就知道了 北岸是高的 為什麼叫浮郡 就是因為南岸 南岸是些農田 是低洛的 所以這個浚溝 看起來就像浮在田上面的 所以叫浮郡 北邊高的 你不好好的去徵收讓它拓寬 北邊都是偉章工廠 剛剛看那個空拍圖 北邊就一大堆的錢是那種 哇塞還上一櫃 那種大型偉章工廠 然後 他不拓北邊 偏偏要拓南邊 然後要把這個軍購還往更低的地方移 然後問他 問他說這樣子會不會造成淹水啊 講一堆題話 因為他也搞不清楚 他覺得說 因為那邊很多是水利會的這個 這個土地 所以他們 要把這個灌溉的這個責任推給水利會 可是淹水 是誰的責任 淹水 沒錯 水利局啊 可是他們就互出要剃皮球 一個灌溉 然後一個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水利工程 或者是說排水的工程 他們就搞這些 然後要弄一個很大的導火槍 就說我有這個啊 這就是很爛的地方 那這樣的大車不斷的在這樣 我唸 我唸 押這個浮菌 你覺得 我們這個280年的浮菌還能夠活嗎 所以自根之道 還是要 把這些 我會髒工廠的問題解決掉 不然的話 這一塊 說明在 很難回復原來 這個特定農業區的一個風貌 以及這樣的生態環境 那種出來的 也許 膚膽也很高 還有嗎 請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自救會有沒有 針對那個 違章的工廠 做一些檢舉 或什麼之類的 哇 急爆急猜對不對 對 就是我不知道 我還蠻好奇這方面的 資訊 哪有政府怎麼做回應 對 而且現在又換了一個新的政府 那 他們有沒有 比較不一樣 或是一樣的回應 謝謝 接他這個問題 對 就那邊的違章 就是違法工廠 是那種在地人 對 在地人的一個違章 還是外地人 對 因為這會 會有很大的差異 可是我跟你講 你們上工廠登記網站 他們都有工廠登記 好幾個幾乎都有 尤其是那幾家大的 反而是有些小的 所以在危害比較不大的 是沒有登記的 其他都有工廠登記耶 可是他工廠不可能登記在農地上面 都會炸 已經變更了 變更了 變更了 有沒有那個資訊會有沒有補充 來來來 安理 基本上那邊的工廠 嗯 沒有變更 他現在還是農地 然後 他之所以還可以存在那邊 是因為後台靠山太大 然後搬不倒 然後我們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是 我一定要講的是說 我們多永珍多藝園的靠山 是我們的故意長 那故意長的話 沒有人敢動他 所以一個call一個的話 你看看我們市長要不要買單 嗯 就是 市長選上之後 其實我們一直都想要跟他有接觸 可是 當那個張陽明議員的那個 服務處成立的時候 他們是邀請我們過去的 可是那一天 沒有邀請 是就會有人上去 我一個人上去的時候 因為他們知道說我們這邊是超級充足 所以不太敢動對我們 可是 那一天 我們有PO影片在那個網路上面 大家可以看 就是說 嗯 市長的態度 他的態度是說 從他上來之後 2015年 1月1日之後 的違建 即暴即差 但是之前的 他打算 就地無法的樣子 所以我們針對這一點 質詢他 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當場的時候 我也在這邊要非常的質疑說 我們的媒體 第四權到底存不存在 因為那一天 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我們是追著市長問 因為好不容易見到市長 結果媒體是 反正是來幫我們這邊 然後 讓市長 就是 可以順利的從二樓 離開現場 然後到哪裡去呢 他 他不跟我們談 他去跟誰談 他去拜會神剛去的那個 新任的那個 議員 他 拜會他幹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 剛剛克律師講的 神剛的那個工業群 違建工廠的別大問題 他們打算在 神剛的新莊裡 跟清水的東山裡 跟清水的舊莊裡 三個部分 把它 就是本來是在福郡的 另外一邊 要解套這個工廠 用開一條路來解套這些 圍工廠 現在判成說 把它從 河的這一邊 改成另外一邊的 整個大區塊 而且是 更大的區塊 整個想要把它解套這個事情 那所以說 我們為什麼當初 一開始的時候 會打 打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不擋的話 我們沒有機會 我們將來就是正常在工業區裡面 我們一直有看到那個 就是其他的支援會 被變成工業區或是什麼之後 再來抗爭的畫面 等到那時候來抗爭的時候 其實靠貴很大 可是當一開始你能擋的時候 不擋下來的 那個點 你如果願意去擋的話 你都有機會 所以我們 那時候 其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因為一個人的話 你們絕對不會看到有照片 我們是一小群的人 然後我們決定說 去打這個工程 然後我們決定打工程的時候 真的就是開始向外面求救 然後求救的時候 剛剛我們也看到了 幾個團體參加 其實這個 我們福郡自救的過程裡面 其實到最後 連那個工頭盟的蔡經貴 蔡教授 然後台左維西 然後 還有 那個 公民自主陣線 還有其他的那個 台北的中菸護術 然後還有其他的 南投的 還有全台灣你想得到的團體 甚至於是大府這邊都有派人 航空城這邊也都有派人來相挺 然後更重要的是 我們覺得很震撼的是說 連大那個大騎隊也到現場來 然後我們當天打打架的那些人 都是我們社運裡面的超級充足 然後因為 也因為這個關係 讓他們很感受到說 我們要把福郡的那個決心 不是說 你今天想要強 強做工程就可以擋得下來的 那我們也很謝謝那個 丹哥在台中這邊 帶領了很多社運夥伴 一直的支持我們 做這樣的那個抗爭活動 然後一場一場 然後丹哥還有我們這裡 台中這邊的夥伴 都在默默的支持我們 然後像律師還有其他的 那樣的夥伴也都是在 背後這樣子默默的撐著我們 然後我們在前面的人 才有勇氣這樣子往前衝 然後我們 因為在當地 我們一直是備受恐嚇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時候 我們不敢露臉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現場 我們現場 夥伴說 就是 選完之後 秋後算贈 然後怎麼算 汽油蛋四後 所以我們當地人是晉升的 然後這個是 就是我們想要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我們沒有很多人 站出來的原因是 沒有幾個人敢站出來啊 那我們這樣不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綁黃絲帶 我們綁黃絲帶的意思就是 其實他們是有在拆黃絲帶的 他們 有時候偷拆幾條 但是我們每天就是有人去巡視 他們拆了我們就補 然後宣誓說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主權 然後宣誓說 我們想要拆掉他們的 違建的那個決心 有多的強烈 然後違建這個事情 我們剛才是跟政府這樣子在討論說 你拆不拆 你拆不拆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動作 直到有一天我們看到一篇文章 拆違建的那個 經費 事實上台中市只有列六百萬 六百萬是不可能拆違建的 拆一間工廠就要多少錢 拆那麼大的工廠又要多少錢 所以這個整個是制度上面要改變 你光是那個拆違建的經費 就要去提煉提高 然後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改成說 讓那個違建 是他辦法 為什麼是花我們的納稅錢去拆 這個事情我們都可以來討論 然後整個 整個議題要討論下來的時候 我們會去想說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只是為了我們自己想要過好一點的生活 不想要過這樣的 就是更差的生活 然後站出來之後發現 一環一環相扣 扣到最後我們會去 追水忽然 然後追其他的弊案 然後追神剛的其他的 離離扣扣扣 你一直都不知道說 原來這個案子怎麼會是這樣子 就好像送菸的案子一樣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也是不知道 因為我本身也是參加送菸護術的 然後我們 我們 像現在在透視波解的時候 就知道說 很髒很臭 那神剛的髒和臭是 從那個底下爛上來的 就像說我們成員裡面 因為有是公務員的 也是被恐嚇說 就是 你要嘛消假上班 要嘛你退出怎麼 然後你要怎麼樣 然後 就是直接恐嚇 然後到現在問題還沒有解決 然後這一個部分是 就是 很需要大家為我們主持公道 剛剛說工廠是外來的比較多 還是本地的 我們本地的有 是外來的真的比較強勢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曾經透過一張照片 就是取笑說外來的工廠老闆 你是不是要帶兩氣罩來神剛上班 因為他把整塊農地 完全水泥化 一點點的綠地都沒有保留 這是我們對待我們土地的方法嘛 那後來我們在追下去的時候 你看看他們是怎麼對待我們神剛的土地 那個七彩的水溝 我們真的是講不下去啊 那個不是只有我們神剛人吃 是大家都可能吃到 我們神剛的馬鈴薯 是所有的大產都採購的 連麥當勞也是用神剛的馬鈴薯 所以不是神剛的問題 是大家的問題 一條國軍案不是神剛的問題 是大家都牽連在一起的公共議題 謝謝愛你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來我講好沉重我都快要哭出來 今天有個比較好的消息就是石岡 剛剛其實看到石岡就是我們這個水 我們營整個石岡水壩其實是影響了200萬的這個台中大台中市民的飲用水喔 那石岡今天有內部消息是說我們有提這個撤銷還品的一個訴願 那今天台中市政府據說是撤銷還品的 認為說那個地方是一個地域民感區 你不可以打一個隧道去開一條風勢快速道路 所以呢撤銷還品 所以目前的話就要進入二季了 所以算起來目前好像還沒有二階通過的一些 二階環品通過的案例啦 所以我們階段性任務算是勝訴 這個是我們小小的一個成就 也是對我們台中 其實我覺得剛剛大家不用分說你是哪裡的 其實我們都是台中人我們都是大台中人 所以整個整個飲用水大家都一樣 我們的呼吸的空氣也是一樣的 所以真的你要好好關心你自己家鄉的議題 這樣才能夠守護我們的家園 保護我們的土地 這樣 好 欸 還有嗎 先站在這個議題我想第一點就自己的一些那個 經驗分享 我本身我是陸港人 然後我們陸港其實那種農地的那種違法工廠 這些很多 對 我們那個就上一屆的立法委員選舉 那個我們的陸港政長 對說當選立法委員 他唯一的政見就是那個違法工廠合法 就地合法 對他就當選了 哈哈哈哈 是的 對沒有錯 就是我剛才為什麼問說那個非法工廠 是在地的還是外的 那有很大的差異 在農村的脈絡裡面 你如果是在地人的那種子弟的非法工廠 你礙於那種人情事故你很難去檢舉 因為你檢舉你就是那個 那可能就是你的遠房親戚 然後你一檢舉他整個就失破了 那種人情事故就 在農村裡面就不是那麼一回事 你如果是外來的 外來的就會牽扯到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說他提供是不是有你們在地的那居肉的那種就業機會 什麼之類的 對 我覺得這個是那個就是說 不管是非法工廠或是 或是那一種非法工廠所產生的 農村的這個環境的一個污染 這個是台灣 就是整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一種工業 然後我們在這個現在這個時候其實是應該跟我們去面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我剛才聽福俊這個議題 我覺得它是因為裡面非法工廠的那種道路需求 而需要去動到這一個 所以如果非法工廠你沒有解決 其實就像柯律師講的 就你的原理隨時會 所以愛你就是說隨時他們這樣的一個有這樣的需求 就會動用他們的一個地方勢力資源 政治資源 然後就是又來弄一個什麼 你這邊不通我就往這一邊 看能不能再打一條讓我可以使用 所以這會是一個問題的一個根源 那這個部分必須回歸到一個部分 就是說你在地那一邊 周遭那一些林裡 那幾個林 對你們那一邊社區的一個發展 那個想像是什麼 如果大家都是想著就是 啊我在慘的時候 價值一直碰到一直碰到 那那就真的就沒得完 那你就是往那一種 非農業的使用方向去思考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就在地的一個 對於你們那一邊環境 土地的一個使用的一個價值 的一個一個鄰居 必須要有一部分人去整合 對有人去經營 做在地的這個經營 對 那那個區塊就是說 那個區塊就是說 我舉個例子 剛才我那講的換了政府 好 不好意思 換了一個新的一個政府團隊 或者說一個市長 即便他有心要做的時候 當他面對這些在地的勢力的時候 他也不會馬上就 哎跳到少部分的那一種 啊 就是我們所謂的價值 比較比較進步價值的 或是說所謂環保這個區塊的 我們社運這個區塊價值的 這少部分這一群的 他不會去得罪他那些選票 我我簡單舉個例子 哎 宜蘭 宜蘭縣政府他前幾年 要處理他的農地 古龍農舍的一個問題 他推他們的一個地方 限級的一個自治法 法規的時候 所有的開發派都跳起來 那因為那個 整個農地的炒作是 雪碎通了之後 宜蘭整個就最大炒作的一個 一個地幕的一個品牌 他處理那一個 所有開發都要跳起來 就跳起來 連議會都放風聲 對啊 可是怎麼樣 他覺得這個事情是他處理的 而且他在地 宜蘭的 宜蘭的他的縣 他們覺得 他們的農地這樣 都用蓋農舍 這樣一棟棟 外地人來一直買 一直蓋 一直買一直蓋 他們覺得 這不是不對 這個對他們宜蘭 南洋平原是不對的事情 所以在公民社會 鄰居的這樣的一個力量 聲音來支持 所以公民社會的聲音跟支持 讓他敢去推這個法規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說 他們丟出了一個 全台灣最先做的一個法律 就是說公共區域 你不能用那個除草劑去噴 你要用割草劑去割 光是這個全台灣沒有人敢定這樣的 定這樣的法則 而且真的就是有人這樣子去噴 就被他們開發單 這個一樣是在地的公民組織 覺得我們的環境應該這樣子相提 所以他的地方政府 他們的相關舉出敢提出這樣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法則 我的意思就是你在地的力量 然後現在你遇到以往那個 就是跟舊的那種傳統勢力 那種既得利益的那種結構 綁在一起的你動不了 你動不了那你就要想辦法 就要更大的聲音來撼動它 你現在即便換了一個新的 他有可能想做一點不太一樣 但是真的如果公民的聲音力量不夠大的時候 他還是會礙於選票 礙於他下一次還要繼續連任 他還是不敢有大的一個作為 這個事情真的非法工廠才是真正的根源 這個事情如果不解決 輔助經常隨時都會有問題 他會透過任何手段 就是要取得一個可以連繞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謝謝 好 那就謝謝我們那個 特律師還有今天兩位重申剛來的那個獎子 讓我們再掌聲 謝謝他們這樣 好 那還是要介紹一下說我們下個禮拜五的 我們要來談 因為今天談得這麼暫定 我們下個禮拜要談 從去年318的那個運動之後 一直有提到所謂的限改的部分 那下個禮拜的話會有 中研院的法律研究所那個研究員蘇彥圖 所以圖老師會來跟我們談一下 現在的一直在吵著這個所謂的限改 那到底應該要怎麼改 那會不會怎麼做 那下禮拜六 下禮拜的2月7號大家知道有什麼事情嗎 好 沒有人知道 對 會有一場補選嗎 就是在中西南東 對 這個區域有補選 但是我們要講的不是立委的補選 我們要講的是那一天 下禮拜六也會有一場摺旋非星期五 再想想民權錄78號 我們應該記得 民權錄78號有一場摺旋非星期五 那要談什麼 一樣也是要談由公民憲政推動聯盟 公民憲政會議推動聯盟 簡稱憲動盟 他們要來舉行一場公民憲政會議的草根論壇 那要談什麼 要談的剛好是一件非常巧的就是 要怎麼選舉 現在的選舉制度 到底台灣現階段的選舉制度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一天我們就會開放60位 所以要先報名 要先報名 你只要上這次星期五的粉絲頁 它有一個報名的網址 因為它場地的關係 所以必須要限制60位的報名 所以大家現在待會就可以立刻趕快報名 因為只有60個而已 好 那下禮拜六下午的1點到下午5點半 會有一個這個公民憲政會議的草根論壇的一場 哲學非星期五 那我們下個禮拜五見 拜拜 好 大家就不要忘記了 我們還是有這個意機箱 你們要出去的時候 覺得林檢太重了 可以把它放進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